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看吕不韦究竟发现了什么珍贵的宝物吧 战国时期 魏国有一位善于经商的商人 名叫吕不韦 吕不韦虽然事业有成 但感受商人的社会地位太低 因此萌生了从政的想法 有一次 吕不韦到赵国首都寒丹做生意 在路上偶遇一位气度不凡的少年 身旁的人告诉他 这位少年名叫子楚 他是秦昭王的孙子 也是太子安国君的儿子 正在赵国当仁治 但是近年秦国经常侵略赵国 所以子楚在赵国并没有受到领域 不仅经济拮据 生活也过得很不得已 没想到 吕不韦听完子楚的背景和楚境后却高兴极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 子楚就像一件期货 可以在高价卖出 如果我协助他当上国君 他一定会非常感谢我 到时候我得到的利润可就难以计算了 于是 吕不韦就去求见子楚 他对子楚说 我有办法让你重新回到秦国 并让你当上秦国未来的国君 你觉得如何呢 子楚听完后 又惊又喜 连忙说道 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可以成功 我愿意将秦国一半的土地分给先生 与您共享秦国的大权 得到子楚的同意后 吕不韦便带着珍贵的宝物 到秦国拜见安国君最喜爱的妃子 华阳夫人 并说服华阳夫人收养子楚为儿子 让安国君将他接回秦国 之后 子楚就在华阳夫人的帮助下 被安国君接回秦国 并且立为世子 几年后 子楚如愿以偿登上秦国国君的宝座 即为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提拔的恩情 不仅让吕不韦担任丞相 赏赐河南丰帝 甚至以十万户的租税作为薪资 吕不韦果然凭着子楚这个期货 得到了属不尽的权利与财富 看完故事后 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吕不韦的眼光很独到呢 旁人眼中不被重视的子楚 在吕不韦眼中却是珍贵的宝物 进而实现他从政的理想 后来 奇货可居也从这个故事延伸为 利用某种专长或有价值的东西 以牟利的意思 小朋友 听完奇货可居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复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 故事背景是 吕不韦偶遇在赵国当仁制的子楚 认为子楚其祸可居 过程中 吕不韦先向子楚提出让他登上王位的计谋 再说服华阳夫人收子楚为养子 让子楚成为王位继承人 结果子楚在吕不韦也享受了荣华富贵 小朋友 如果你是李不韦是一件其他人的子楚是一件其货呢 说一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是李不韦 你愿意帮助子楚登上王位吗 为什么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 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其或可居 是比喻利用某种专长或有价值的东西以牟利 主要是用来形容难得的事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其或可居可以怎么使用吧 没想到他成名后 连以前写的草稿都被收藏家视为其或可居了 我虽然看上那古董 但商家却认为其或可居 不肯轻易出售 与其或可居相似的成语有 囤积居其 操机即营 而相反的成语有 饱或难受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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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